防疫國家隊的貢獻 這期女留學生疑點還很多 外界質疑日本在6月22 就公布女留學生 從台灣返回東京時確診 隔天6月23日方也通知台灣了 可是我們的指揮中心沒有動靜 到了6月24下午2點 例行記者會還是沒公布消息 而是到了下午5點半 經濟記者會才通知媒體 記者會上不見陳時中身影 我們不要幻想 沒有感染 沒有本土感染 你到11月看看 一定捲乳酪來的 是一個自己營造出來的東西 並不見得完全是真實的 這次的櫻花妹的一個事件 就是戳破了這個謊言 不只柯P陳佩琪也開嗆了 在臉書發問說 我們也不可能為了有胃陽性和胃陰性 就不去做篩檢 也斷不可能跟病人說 因為檢驗有胃陽性跟胃陰性 所以我們就不要做了吧 專家們更分析 女留學生案例是台灣疫情的警示燈 但陳時中卻只針對匡列123位 接觸者檢驗 不進行擴大檢測 忠實社論批評陳時中 你是在怕什麼 選擇性無能 還是想把零確診當成神主牌 有感染率數據 跟沒有感染是兩回事 台灣防疫最大的弱點 在於拿不出一個客觀的數據 日籍女留學生打破零確診神話 陳時中拒絕擴大檢測 但專家提醒 台灣恐怕早有多起社區感染 少了擴大檢測 難怪希臘等歐洲國家和日本開放外國人入境 台灣不在命單之列 借姚家鼎王乃宇台報道 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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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曼